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让大家饿肚子 23年7月30号一场超过人们认知的暴雨 席卷了北京门头沟 极端强降雨下 泥水淹没道路山洪冲毁了河道 导致道路塌方 K396次列车因此被迫滞留20多个小时 危难之际落泊岭社区党支部书记孟二梅接到通知 附近有滞留旅客 随后他迅速采取行动 带着村民冒雨沿着铁轨方向 找到了K396列车接回被困人员 尽管落泊岭社区本身也是受灾区 断水断电断网几乎没有多余物资 但是村民们依旧竭尽所能 就连菜地里最小的黄瓜都被拿了下来 没有柴火了 就把家里的木桌子披了 没有地方睡了 就把自己的房子贡献出来 只为了让受困乘客们能够安安稳稳 吃上那一口热乎饭 面对未知的灾难 孟二梅用承诺 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让大家饿肚子 驱散了冷雨 温暖了受困乘客的心 也感动了屏幕前的无数人 4月8号 社区干部孟二梅入选 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 这份荣耀属于孟二梅 更属于落泊岭社区300多个村民们 是他们无私的善意点亮了希望的曙光